我們在《起草基本法》的時候 我們曾經討論過 每一個情況出現 就是有人利用一國兩制 特別兩制方面 利用香港高度自治 而有人想利用香港地位 做出一些事情 試圖去影響內地 更有甚至包括顛覆國家 所以我們是有鑑於這樣的情況 我們認為香港需要有法例 去加以禁止 所以我們就建議 在《基本法》裡面加上一個條文 就是現在《基本法》第23條 就要求特區政府 應該自行立法去制止一些 顛覆中央 破壞國家安全主權 以及不可以跟外國 一些政治團體的來往 這些內容來說 其實都想能夠不容許 有些人試圖利用香港 作為一個反華、反共的基地 這一點 鄧小平先生 在見我們草委的時候 有些表達過類似的意見 所以我們其實在《基本法》裡面 也有個要求 當然我們希望 這個《23條立法》 雖然回歸以來 做了一次 未成功 我們希望能夠完成 這個憲制上的責任 所以張曉明主任所說的 都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 等會見 再見 到此為了 我會在另一面 講述